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外点的实验室 我是歪叔 最近啊 面包虫兄弟们总是抱怨腰酸背痛 这是肾虚了呀 这可不能代意 得给它们补一补身子 听说这种黑色小药丸能吃这个 那就来点吧 好浓的一股中药味 不知道面包虫兄弟们喜不喜欢这个味道 虽然这个味道有点怪怪的 但是面包虫兄弟们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也就忍了 仔细看 有几条已经开始啃起了黑色小药丸 很快 三个小时过去了 我们来看看面包虫的战况 看来它们已经习惯了黑色小药丸 浓烈的中药味 开始疯狂啃食起来 看 它们吃了多欢 身体也强壮起来了 靠着嘴巴的咬合力 就能把自己悬控起来 这一定是在为自己幸福的未来做准备 很快 来到了第二天 我们来看看面包虫和这些黑色小药丸 小药丸已经小了很多 但并没有完全被吃掉 就说明面包虫还是很理智的 知道药不能当饭吃 自补的差不多了也就可以了 诶 注意看 这面包虫的便便怎么变成黑色的了 这是没有吃补药的面包虫 它们的便便是灰白色的 这可把面包虫兄弟们给挤坏了 吵着要去看医生 看来药真的不能乱吃 好了 今天的虾扯就到这里了 你还想看面包虫吃什么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 感谢观看